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瑞 向粉丝 借100台车第4期 南博基尼大牛兄弟们你们知道大牛最著名的 代表他这辆车的形象的是什么东西吗是他的车门他车门的打开方式你们来看一下 剪刀门虽然这台车到现在已经有 七八年的时间了但是他的造型 毫不夸张的说他还是至今 超跑界的颜值霸主兄弟们 他的姿态YYDS 我们来看看他的发动机上透明玻璃 排气 中置四出 这视角怎么样兄弟们 这是他展示的样子兄弟们 这个样子你们觉得帅不帅 十年前超跑的造型 你们觉得他过时吗 不过时 还是依旧这么帅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买大牛的原因 一个是他v12 自然吸气发动机 声音撕裂空气 还有个就是他的造型 他的姿态 他的车门 成就了今天的大牛 看下他的空气动力的套件 进气 夸张这个夸张至极兄弟们 这么大好吧 我的手就这么大 超级大 这个也是进气兄弟们 整台车充满了空气动力学 这大屁股看到没有 探逃刹车 兄弟们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内饰 液晶仪表 启动键带按钮兄弟们 这是战斗机的感觉 真皮 到处充斥的真皮 橙色的安全带 都是真皮的门槛 都是真皮兄弟们 没有一处地方 是其他材料全是真皮 焚线是橙色与车身相呼应 帅的一匹这钥匙低调的 就是一把奥迪兄弟们 就是这不一样 就是一把奥迪 你们想看我把它开起来样子吗 就是一把奥迪击价 不利 就是一把奥迪击 这把奥迪击